小朋友跟著武漢包機返台 戴上扣罩和防護面罩 小小臉蛋 面罩要符合臉型 全靠手工打造 裁切塑膠片 打洞貼上雙面膠 拿棉花然後來剪 然後捲成這樣適當的大小 小朋友的我們就剪一半 綿甸也要為小朋友客製化 剪一半 確保面罩能貼合頭型 再綁上橡皮筋 為了做好防護 兒童面罩靠防疫人員做手工 大約是五十個左右 大家也很願意的利用休息時間 以及下班時間來做 大批檢疫人員在機場就位 還有一名醫師 兩位護理師 登上東方航空班機 確保飛航期間防疫沒問題 行李下機先經過消毒 遊覽車才載著大家前往檢疫所 保醫總隊也來了 原來考量到這回返台的 老弱婦孺都有 檢疫所普遍沒電梯 保醫總隊每個檢疫所 出動二十五到四十五人 幫忙搬行李 從包機返台到入住 檢疫所各單位總動員 三首王醫師卸出名頭的 現在我們一起度成功 探索的 小玉婦孺